新华地产宣布与美联地产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地产集团应对疫情 新华地产与美联地产均成立于2010年 十年来各自见证了房地产从最低谷的金融危机到快速成长的黄金岁月 而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两家宣布将合并双方所有的资源和力量 并以全新的团队合作共享共赢的理念去经营新的集团 尤其是对很多新的经纪人来讲 他们对房地产这个事业不小的从何开始做起 那我们也会有更好的培训来教大家怎么样子可以起步 从这个行业开始来起步 帮所有的客户去manage handle他们最大的一个资产 据介绍新成立的地产集团将为每一位经纪人提供最好的支持 并且有非常优异的佣金分成 同时还有强大的市场推广团队 予以每一位经纪人全方位的形象包装与推广服务 我们互相能够充分的利用各自的强项 来共同创造一个全新的充满新理念的一个地产公司 我们有非常非常相同的所有的培训 还有经营的理念 所以这一方面在磨合期是可以说到最短的 合并之后的新地产集团将拥有400多位专业的地产经纪团队 并成为南加州最大的综合性大型房地产公司 旗下的经纪人将遍布从西边的比华丽好莱坞 到华人区的安罕布拉圣盖博等 并且能够提供国、粤、英、西、韩、粤等多种语言的服务 凤凤华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